喜丽丽,我是渣马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迷失》第一季,九到十集 上集说到老萨离开众人,独自在荒岛上游荡 看着并不平静的海面,手里拿着一个女人的照片 翻面写着一段文字,她总是会想到过去的事情 七年前,老萨还是伊拉克共和军队的审讯官 专门负责暴力审讯嫌疑人,或去扣贡和情报 不过她已经申请调职,长官也同意了 相信不久之后,老萨就能获得更高的职位 就在她和长官闲聊时,照片上的女人被人押送着 从面前走过,老萨看着女人的脸,觉得有些熟悉 根据资料,这个女人是其他党派的联系人 似乎和不久之前的爆炸案有关 长官把审讯任务交给老萨,结果刚进门 女人就叫出了老萨的名字 原来这个女人是老萨的小学同学,名叫纳迪亚 从小纳迪亚就喜欢欺负老萨,每个人都会围绕在她身边 只有早熟的老萨不搭理她 小姑娘就用恶作剧吸引她的注意力 老萨没想过,再见纳迪亚会涉及到爆炸案牵涉的叛国罪 她不想对纳迪亚施暴,劝她早点说出幕后黑手 纳迪亚丝毫不慌,在被送来这里之前 她已经熬过了无数次拷问,自然也不会向老萨松口 老萨对纳迪亚有感情,每次借着审问的时机 就偷偷给纳迪亚带食物 她不希望纳迪亚遭受苦难,可纳迪亚也坚决不松口坦白 哪怕老萨帮她做好伪证脱罪,纳迪亚也不愿接受 就这么僵持了一个多月,上司已经失去了耐心 干脆命令老萨枪决纳迪亚 老萨把她带出监禁时,指开其他守卫后就要放走纳迪亚 纳迪亚想带着老萨一起逃跑 可是老萨还有家人的命在政府手里 纳迪亚掏出老萨胸口自己的照片,在背面写上了一段话 还没温存多久,老萨的行动就被上司发现了 没有多想,老萨开枪打死了上司,随后给自己的大腿来了一枪 伪造不敌被伤的假象,就这样,纳迪亚成功越狱逃跑 自然以后,老萨就再没有见过她 回忆到此结束,老萨忽然看到有一条海滥直通大海 顺着电缆渗入丛林,她发现了一条铁丝陷阱 尽管小心地避开,老萨依旧被第二重陷阱抓住 腿部被树枝刺伤,掉到在树上晕了过去 等到再次醒来时,伤口已经被包扎,人也躺在床上 不等她解释什么,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 反复询问她小A在哪,只要老萨说自己不知道 就会被电击,她是被杨永信给抓住了吗 几个回合之后,老萨实在受不了 只能把从飞机试试到听到16年前法国女人的信号这些事 通通都告诉了女人 听完这番话,女人自动念出那段法语求救信号 慢慢走到老萨面前,她就是那个发送信号的法国女人 老萨看了看周围,发现法国女人的装备电池不足以支撑信号播放16年 法国女人淡定地表示,巨大的电能被岛上的其他人控制了 法国女人从老萨的背包里翻出来纳迪亚的照片 问她是谁,现在老萨明显是砧板上的鱼肉 老老实实就把信息都告诉了法国女人 当听到纳迪亚生死不知时,法国女人明显感到很抱歉 说完,她拿出一个八音盒 这是她和丈夫的结婚周年纪念物,但是已经坏掉了 老萨看到了转机,提出能修好八音盒 法国女人没有直接回应,而是给老萨注射了镇静机 这才松开她绑住的手脚 这是她唯一能想到松开老萨后不被袭击的安全办法 老萨乖乖修理八音盒,顺道问出了法国女人名叫丹尼尔 丹尼尔和丈夫在16年前跟随科考队出航 结果遇上暴风雨,流落到了这片岛上 科考队成员在这里搭建了庇护所 大约生活了两个月左右 自从他们从黑衣盐回来后,就发现了携带者 丹尼尔称他们为其他人 他们没有露面,而是躲藏在丛林中 听到这段前言不搭后语的话 老萨不知道丹尼尔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 没多久,拔银盒就修好了 丹尼尔开心地接过 老萨顺势请求放自己回去 但是丹尼尔变了脸色,不同意 忽然,屋外传来熊的动静 丹尼尔立刻带着枪冲了出去 这也给了老萨逃跑的机会 他把所有的资料都塞回背包里 顺道还带走了屋内的一把猎枪防身 却嘟嘟忘记了纳迪亚的照片 丛林中,丹尼尔和老萨相遇 为了安全,老萨举枪对准了丹尼尔 丹尼尔丝毫不慌 因为他知道猎枪是坏的 啊哦,这下老萨是要倒霉了吧 紧接着丹尼尔说出了他们的往事 丹尼尔课考队的成员一个个病了 丹尼尔不允许队员们把那种传染病传出去 说完,丹尼尔把枪瞄准老萨 他并不是要杀他 而是因为一个人孤独太久了 想要有人说话和陪伴 就在这时,老萨把照片背后的那段话翻译了出来 那是纳迪亚对老萨的爱 希望他能活下去 丹尼尔孤独太久了 老萨愿意带着他去找幸存者们 让他重新回到群体社会 丹尼尔感谢老萨的好意 愿意放过他,却不愿意跟他回去 只是叮嘱老萨仔细关注那些幸存者们 一人要在老萨心头的只有一个疑问 小A是谁 丹尼尔淡定地告诉他 是他和丈夫的孩子 看来丹尼尔的孩子在岛上失踪了 得到有关荒岛的情报 老萨拄着双腿往沙滩方向走去 必须把这些都告诉杰克他们 那么杰克他们在做什么呢 杰克给索耶还要 索耶依旧嘴见了拨杰克的耐心 卡特看着老萨离开的方向 担心他的安危 在杰克的全面指导下 幸存者们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证 但是枯燥无望的生活 让他们时不时爆发微小的冲突 洛克带着一个名叫伊桑的男人 在丛林占优了大半夜 伊桑似乎对丛林生活非常了解 除了食物以外 还捡到了一包行李 小胖哥手当其冲 犯着有用的东西 沃尔特趁着爸爸睡觉 想和洛克学习狩猎技巧 却被迈克发现 残酷地打断了他的行动 隔天一早 杰克只在和迈克商量 建造小型的浴室 还没等他们讨论完毕 查理带来了小胖哥的好消息 小胖哥凭借昨晚背包里 找到的高尔夫球杆 直接建造了简单的高尔夫球场 这一下几乎把所有人 都吸引到了这里 就连万人闲的索耶 也没有强承着面子 犹犹豫豫地加入了高尔夫活动中来 幸存者们中烦躁的气氛 一扫而光 果然当物质需求被满足时 精神世界也必须吩咐啊 洛克没有参加 而是独自练习同志匕首 沃尔特显然也对高尔夫不感兴趣 趁着爸爸的注意力都在那里 他悄悄找到洛克 开始学习使用匕首的技能 其他人都放松了一天 孕妇因为身体原因 一直在煽动休息 他忽然惊醒过来 隆起的腹部变平了 这位没有任何人 他立刻冲出煽动 听到了婴儿的哭泣声 孕妇寻知声音 在丛林深处找到婴儿床 里面除了白色的包背 只有浓浓的鲜血 孕妇吓得尖叫起来 查理尽全力安抚他 原来刚才的一切只是他在梦游 而此时孕妇的手心里 全都是鲜血 天亮后 杰克给孕妇的手上好药 伤口是他自己用手指甲掐出来的 杰克觉得 昨晚孕妇肯定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 孕妇笑着否认了 他不愿意多谈论这个 杰克有些担心孕妇的状态 毕竟他已经处于孕后期 也不晓得他的妇产医生 怎么会同意他坐飞机横跨大洋的 孕妇的思绪早就飘飞 想起了过去 在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 孕妇非常慌张 他和男友都没有固定的收入 这时候怀孕只是增加负担 男友虽然惊慌 但还是安慰孕妇 两个人能组成家庭 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男友的保证让孕妇安心下来 这天他在朋友的带领下 决定找当地有名的林媒 测测未来的孕食 这个林媒果然有两把刷子 刚触碰到孕妇的手 就感应到他已经怀孕 可就在林媒深入查探时 却吓得立刻松开手 把钱掏出来还给孕妇 惊慌地表示不做你们生意了 孕妇和好友一脸懵逼地离开 孕妇的肚子慢慢大了起来 满心欢喜地收拾家务 改造艾巢 准备迎接宝宝的到来 可是曾经信誓旦旦留下孩子的男友 却反悔了 仅仅过去三个月 他就失去了承担抚养孩子的信心 觉得这个孩子的到来 会影响自己的生活 甚至认为之前孕妇怀孕 就是要用孩子绑住他 闹着和孕妇分手 哎呦我去 啊呸 受到沉重打击的孕妇想到了林梅 她独自上门 猜测林梅是不是早就看到了这一幕 希望她能再给自己预测一次未来 在孕妇的哀求下 林梅接受了孕妇的咨询费 出盆她的双手开始预测 上次林梅之所以停止预测 不是看到了渣男友的离开 而是在孕妇的命运中 看到了不好的东西 确定孕妇真的愿意直面那些不好 林梅认真地感应起来 她的表情看起来很痛苦 感应之后 她给出孕妇一个忠告 她必须亲自抚养这个孩子 这话听起来简单 做起来却很困难 孕妇连自己都快养不活了 怎么会抚养孩子 这个建议完全没用 孕妇气冲冲地离开了 自那之后的几个月 林梅不断打电话 却说她亲自抚养孩子 但是孕妇已经下定了决心 把孩子送给别人 不过等到真正签署 放弃监护权文件的时候 孕妇却犹豫了 她感受着孩子的态动 母爱在那一刻牵绊了她 孕妇最终放弃了签署文件 她急匆匆跑到林梅家 电话里林梅表示自己有办法解决孩子的危险 结果林梅给出的建议 是付给她6000美元 包办好所有的机票航班 让孕妇无论如何 都要坐上这一班飞机 去往大洋对岸 那里会有人接引她和孩子 孕妇这才坐上了这趟实时的飞机 时间回到现在 杰克找上凯特 告诉她孕妇快要生了 查理体贴地拿出茶杯 她愿意成为孕妇的朋友 希望她能和自己聊聊 不要把话都憋在心里 孕妇被查理打动 但还是没有多说什么 大概有些事并不那么容易开口吧 夜晚孕妇正在睡觉 忽然感觉有人捂住她的嘴 用针扎她的孩子 孕妇立刻大声呼救 查理第一时间赶到孕妇身边 杰克等人也陆续围了上来 查理和小胖哥一听有人偷袭 立刻拿着火把冲出去追人 没多久 杰克也加入了搜索队伍 寝存者们有四十几个 并不是都互相认识 谁也不知道豪坏 小胖哥建议 搜集所有人的资料 立个规矩 这样就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了 杰克并不是很赞同 但也没有阻止小胖哥的想法 查理留在山洞陪孕妇 把一条毛毯劈到她身上 她向孕妇保证 自己会陪在她身边 这话 以前的渣男友似乎也说过 但查理作为朋友 应该比渣男友靠谱多了 第二天一早 小胖哥就开始了人口普查计划 虽然有些幸存者不喜欢 但也都比较配合 当问到伊桑时 她有些慌乱 但还是平静地回答了问题 随后背着水果篮离开 杰克把凯特和查理叫到身边 他有些怀疑 昨晚的受洗是孕妇的幻觉 查理则更相信孕妇的话 凯特打断两人的争执 现在距离孕妇生长 可能只有一到两周了 必须让她处在平静的状态 不然很容易早产 荒岛的设施这么简陋 顺产都不一定安全 早产就更危险了 杰克独自找到孕妇 想让她吃点温和的镇静药 对孩子没有伤害 却能有效防止孕妇 因紧张产生幻觉 孕妇被这番话激怒了 她相信自己没有出现幻觉 立刻收拾行李 要回沙滩 查理对杰克无语了 你怎么能对她说这个 而且孕妇一个人穿越叢林太危险 查理只能默默跟在后面 保证孕妇的安全 就在孕妇大步向前时 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公缩 查理试图用仅有的颤科知识 让孕妇平静下来 这时候孕妇反而冷静了 让查理去把杰克找来 查理反称途中遇到伊桑 立刻把呼唤杰克的任务交给她 自己返回孕妇身边陪伴她 孕妇想起林梅的话 看来林梅也没有预知到这些 她把这事告诉查理 查理却另有一番体会 也许林梅预知到的就是这件事 如果命中注定孕妇会遭遇飞机失事 那么现在的一切都是冥冥中 自有定数 孕妇的公缩停止了 看来刚才只是因为压力 引起的假性分娩 孕妇的心情也终于平静下来 她感谢查理的陪伴和鼓励 两人决定还是会煽动 另一边 老萨费尽千辛万苦 回到了幸存者们的煽动 把之前遭遇的一切都告诉了杰克 并且带回来一个最重要的消息 同时小胖哥激动地冲到杰克身边 他的人口调查发现了大问题 小胖哥从索业手里拿到了乘客名单 他之前几乎调查了所有幸存者 可是和乘客名单一对比 发现其中一个人 根本就不是飞机上的乘客 孕妇和查理反乘途中 忽然被一三拦住 这个长相有些怪异的男人 不怀好意地盯着孕妇 他根本就没有通知杰克 他就是那个忽然冒出的陌生人 狙击快过半 终于出现了荒岛上的原住民 他就是丹尼尔口中的其他人吗 似乎这个原住民 对孕妇肚子里的宝宝不怀好意 另外强烈要求孕妇亲自抚养孩子 还送他登上试试的飞机 他真的预知到现在的一切了吗 孕妇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孩子 这个岛上奇怪的东西 隐藏的秘密究竟有多少 黑炎又是什么 科学队员们患上的传染病还在吗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吧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和分享哦 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更新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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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呢 呢 跟我 almond 还 你是